好啦,剛剛講到說,當然是開玩笑,說你出書的時候,為什麼出書的動力是希望自己可以看到那個書摸著書皮,上面兩個,三個字寫小野柱,你從中間得到樂趣,那我開玩笑說,那個,感覺不是像手銀嗎? 你好像對這兩個字有意見,不是,很有,我覺得很有趣,謝謝,因為我跟我兒子在和寫書的時候,他也舉個例子說,我很不想跟爸爸一起出書,因為就像兩個人大便,一個是便秘,一個是拉肚子, 還要坐在一個馬桶上,我說,李宗,你這樣寫誰要買你的書,因為你把你爸爸寫書比喻成,我是拉肚子,你是便秘,然後坐在同個馬桶,結果那本書賣得很好,那你現在同樣用手銀來比喻寫書,我也覺得非常有趣,為什麼?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看著我們兩個人交情30年,而且現在快60歲了,你已經60歲了,你還快60歲了,還沒有到,今年才滿,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就是我爸爸從小叫我讀那麼偉大的書, 可是我從來不知道男女做愛是怎麼做的,有一天在我青春期的時候,有一天不小心整理舊的那個行李箱的時候,放在頂上櫃子一個行李箱裡面,摸到一本A書,全家誰會讀A書啊,當然是我爸爸,那個年代有A書啊,有就是一本非常粗躁的男女那個,就是A書,做一些簡單的描述,然後照片全部都是男女在交配, 然後照男的那個,男生永遠遮住臉,女生沒有,非常粗躁的一本書,我摸到一本書的時候,非常震撼,就像你出書的時候那種感覺,沒有,比我看到那個戰爭與和平還震撼,因為我那個年代,腦筋想的東西沒有那麼深,老人與海,戰爭與和平,對我來講,都沒有像看到一本A書這麼震撼,就像我媽媽也知道我滿可憐的,一天當然,讀這麼嚴肅的書,會買那個諸葛斯蘭與真品給我看一樣的感覺, 那,我根本不曉得男女是怎麼樣做愛的,第一次看到那個書的時候,我已經青春期了,我多麼的壓抑,所以你剛才想到手贏,我非常感觸,所以意思是說,你看了那本A書之後才開始會手贏,就不想寫作啦,不是,手贏好像不用教嘛,你想到手贏不用教這件事情,我想到說,有時候我寫個電影劇本,我寫了一個劇情說,那個男生跟女生從來沒有做愛過,第一次想要做愛說,兩個都不會做, 我寫到這段時候給那個老闆看,老闆是永生公司的老闆,江日生跟江靖德,他們來看了哈哈大笑說,小野,你是不是沒有做過愛,我說沒有,他說男女在屋子裡面做愛這件事情,還需要教喔,狗都會啊,我說我真的不會耶,我講這個話的時候,我大概二十五六歲,我突然從寫書講到這個東西,我就告訴你說,為什麼一個人會一直寫書,因為他不太會手贏啊,他壓抑啊,所以他壓抑,他把他所有的青春,把他所有的那個東西, 全部關注在寫書上,所以我每次看到別人寫很多書的時候,我會很同情說,這個人一定沒有樂趣,對,我知道,從心理學長來講說,政治人物跟作家,都有一個共同毛病,叫欲求不滿,不然他為什麼會,因為欲求不滿的時候,他心找一個解決方法,像小野寫那麼多書,就代表他能力蠻強的,但是找不到發現管道,拼命寫書嘛,對,像很多政治人物,他欲求不滿嘛,那可能他就拼命在台上叫囂啊, 對,那種,底下說丟的時候,那種感覺是,I'm coming,沒錯,所以有時候我們,我看,因為我自己寫了那麼多書,我看別人寫書,寫很多的時候,我會覺得說,你一定沒有別的更好玩的事情,所以當我的兒子女兒前面寫了很多書,現在開始不寫以後,你覺得蠻高興的,對,人生中間他終於找到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像李宗寫了七本書,後來到紐約去讀書,讀了五年,他是有女朋友的,他不再寫作了,他有女朋友,因為他找到電影這件事情, 覺得比寫作,影像這件事情,比寫作這件事情太好玩嘛,對不對,所以我可以想像他可能在,還沒,在出國念書之前那段是非常壓抑的,跟我一樣,他可以寫七本書,顯然他也是無處可玩啊,那講到寫書這件事,現在真的,我的數量真的比你小太多了,少太多了,對不對,那我記得我以前剛剛寫一本書的時候,你幫我寫序,然後你好稱說你的序,寫得比我那個小子,那本書還好看,你還對咧,對對,你念本書,我幫你寫序,寫得非常好笑啊,而且還成為經典的, 大家還會在裡面一次念說,裡面那個,你記不記得哪一本,忘記了,特別的一天啊,特別的一天,好像特別一天,特別一天,特別一天重新要出版的時候,你幫我寫了一個序啦,然後大家就拼命我朗,後來我寫了好啊,那後來他好像一本書也是要,也是要出書,那你幫我寫七二八八,我也幫你寫了一個序,然後就是彼此這樣嘛,彼此這樣,你來我往這樣,不過,我講到序吼,你幫我寫那邊序,完之後,那本書我送你之後,你始終在讀的,只讀到你的序, 當然啊,因為我這些序,你放來放去都讀到第十,哎呀,你讀來讀去都讀到第十二頁,原來,我想你怎麼一直在讀十二頁以前,原來十二頁以前,是你寫的序,那同樣我讀你的書也一樣,我翻開特別的一天,我也沒有往下讀,一直讀我自己的序,就寫得太幽默了,對,所以後來我自己寫書,覺得算了,就不用找人家寫序了,因為,寫序,每個人寫完序都講了,我的序寫得比你的書好看,對不對,特別這種事情,就不能找小野來寫序,是一模一樣的啦,不過我最近寫了一本書,你們看, 我就是不願意看了,因為我太忌妒了,那我找你來幹什麼,不是啊,這一次找你來,說要講講我的書啊,我每次,書店看到你的書,我想買那一刻,我想忌妒,我想,你上排行榜了,你終於要贏我了,這課怎麼可以呢,你剛才明明講說,我一路都贏你,對不對,所以我就是不買,人生總有一個機會,我要贏你一次吧,可是你要知道,做朋友怎麼做,我有幫你宣傳,我最近在我的專欄,你的專欄沒什麼看,錯了,錯了,我的專欄,的確沒什麼看, 我寫了一篇叫諸葛斯蘭與真平,我貼在,後來我在那個,不,你要加注,現在小孩子,誰知道諸葛斯蘭與真平啊,對對對,我寫了一篇叫諸葛斯蘭與真平,大概的意思就是說,其實我跟你,就很像諸葛斯蘭跟真平,是要雙主角,可是後來, 兩個人都要碰在一起,應該是雙主角,可是後來,因為你越來越紅以後,我永遠答應你的配角,跟路人講,比如說,你要做一個電視節目,小孩子先生,吳念真要做個專題,你是不是講你們好朋友的笑話,我說,我講了好多次了,又要做專題,類似這樣,太多次了以後,我就開玩笑,寫了一篇叫諸葛斯蘭與真平,我把你的書,貼在那個網路上面,把你宣傳,雖然我沒有看內容,這就是朋友,所以你到現在還沒看內容,我不忍看啊, 為什麼,我太知道你又寫什麼了,我太知道你寫什麼,你完全猜錯,你平常都講掉了,你平常碰面這些故事都講掉了,這是真的,所以我完全知道你想寫什麼,我不太想再看,因為小宇跟我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小宇比較不講,然後他都用寫的,把它寫出來,這種東西叫生意的手腕嘛,對不對,就很多事情,他不願意跟朋友分享,然後他把它寫出來,就當著書賣,那我不是啊,我記得以前中影的時候,在中影上賣,中午休息,中午是,中影是很好笑的, 他是午休喔,就是整個燈要關掉喔,就是你不得不午睡這樣,我們兩個就沒事幹的,就跑去打乒乓球,就打乒乓球,就在那個,另外一個房間裡面打乒乓,打乱七八糟,因為不喜歡午睡嘛,覺得七十,就年,就是午睡,以後要睡的時間那麼長,現在就去睡,很奇怪,有一次更好笑是跑到西門町去打電動玩具,打到被警察看身份證,因為小宇沒,那還有一個疑惑就是,每次到那個,公關組, 然後去講笑話,就是講笑話這樣,所以有幾個實習生到最後還講說,他們以前蠻喜歡那個,中午時間大家坐在那邊,然後我就講一大堆故事,他們就曾經有一次講說,導演你怎麼不把那個,那時候還沒當大人,就在練成,你怎麼不把那個,講的那個東西寫出來,你寫那個東西,你把那個寫出來,絕對比小宇那個書,還好看 就像沒有,好像他們沒有講,他們沒有講,他們沒有講,他們不跟你講啊,對不對,後來心想,我真的朋友一想說,算了,他現在拼命寫書,如果我把那個寫出來,賣的比大家好,我也覺得不太好,也是天天在見面,散感情嘛,對不對,朋友總要好笑,就像我現在不太願意錄音的原因,是我怕我贏你嘛,因為你說,你說我過去一直贏你,所以我這一二十年都讓你,譬如廣告,或者配音,或什麼都讓你,讓你出風頭,說到現在,你應該知道我多麼照顧你了, 是,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就不一定了,比如說,有一陣子,我就覺得,有一些事情可以試試看,然後就被收拾,去做舞台劇,那做一做,做一做,覺得舞台劇其實蠻好玩的,那時候覺得,做舞台劇應該是這樣,就是說,以前去看舞台劇,常常看不懂,所以李永鋒說,你要不要做舞台劇,我說可以做啊,但是我有一個希望是說,以後我的觀眾,來看舞台劇的觀眾,是老老少少都有,然後各種行業都有,如果那種夢想能達到, 這是我做舞台劇的目的,我已經開始去做舞台劇了,對不對,就是做人間條件系列,對不對,可是,你站在朋友立場上,我去做這個,你就不應該過來啊,對不對,你後來沒事跟人家叫你做阿迪谷,你怎麼也來做阿迪谷呢,你講到那個舞台劇,我也是不願意做舞台劇,因為我做會比你好,但是我也是讓你,可是有一天,我聽到一個很好笑的對話,你清明世界要演的時候,明明那個李永鋒,勸你說,找我去演,我剛好在上廁所,走出來的時候,他們倆是,你跟他 他正在對話,李永鋒說,那個調節委員會找小野來演,他也蠻苦悶的,給他演一演,你說,千萬不要,他根本不會演戲,對啊,這時候,我正站在你們兩個後面,是,你知道我,我這個正就跳開,因為工作是工作,完全站在專業的評比,絕對不是用友情,因為友情會誤視的,可是,很奇怪,你有看過你演戲也很爛啊,不不不,你完全錯了,我在聽你們兩個對話的時候,我覺得你非常愛我,為什麼,為什麼要浪費我這麼好的天分,去演你的配角,你竟然這麼愛護我說, 啊小野不會演戲,啊不要不要不要,不是,那是我,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是演主角的嗎,我不要浪費我,我那一刻感覺你是愛,小野主演,我死了,我就不曾去阿嬤伯和七七落落,我會拜,拜託啦,國外舞台劇啊,我現在的男主角是小野,我靠我,我不跟你說的,你完全嫉妒我,因為你知道我會演,我最近有在演一個電影,快要上演,到時候你看看,我會得最佳新人獎,你知道嗎,其實,這個是本年, 所以我说你在跟李永宏讲说 笑语不会演戏 我不要叫他上来的角局的时候 我那一刻真的没有生气 我也没有觉得你嫉妒我 我觉得你真的爱护我 因为我为什么要去演你的配角 我为什么要演你的系列的小配角 太可惜了 不是我是站在一个非常明智的判断 谁留在什么场合 所以那一刻你看我们 因为台湾太多人已经不对的人 放在不对的位置做不对的事 不要再做这种多位移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去弄阿迪谷 后来有一次我在排演阿迪谷的时候 在子风车拍阿迪谷的时候 你在排清明时节 阿迪谷那边笑声轰动 非常轰动 他又唱又跳非常快乐用大的棚 你在旁边用个小的棚 结果那次出来你生气了 你大发脾气 骂好多人说怎么都不来排戏的时候 我心里想你还不是嫉妒我 我可比阿迪谷笑声比你大 我用大棚你用小棚你还不是嫉妒我 因为你人多 你那个内容没法 所以要搞用大场面举盛 然后跳舞 李永峰最喜欢搞的 搞一堆人这样 布景搞得非常非常复杂 你就是嫉妒 我用四五个人这样去演出来 不不不你就是嫉妒 因为你看我随便弄 拜託我现在是非常好心在跟你讲说 你为什么要做剧场这件事情 你把我弄到那个 结果是恩将仇报 不不你刚才讲到阿迪谷 你讲到阿迪谷我就忽然想到说 李永峰建议你叫我演配角的时候 你说我不会演新的课 我打从心里觉得你是爱我的 我没有恨你 因为你说我不会演这件事情 对我多么羞辱 对不对 可是我听完想 不是我这个没有羞辱 因为你不是个演员 对不对 我是我很会演 你明明知道我很会演的 你们硬要把我压在说 演老师啦 演公务员啦 很呆板的 不还好现在网路上才有自由发言的机会 对不对 如果大家看看听听看 如果说觉得 觉得说小野这个人 还是适合演戏 还是蛮会演戏的话 那长成这样子还可以演戏的话 我真的是 好吧 那我就投降 如果网友认为说这是对的 不不不不 我最近去演一个医生 他们也把我想的是 医生有点像 我演一个变态医生 譬如说他们找我演医生 那也有像 你本身很变态 我可以演24个比例 24种人格分裂 其实我会演 你们都压抑我 几种 24种 24个比例 就是讲24种性格 哇靠你比美女帅还厉害 没错啊 所以我是被压抑的一个演员 是 好那以后 不管你怎么宣传自己 我觉得 我还是以后在演戏的过程中 除了你当那种什么调解人会 那路人走过 我大概是不会的 我还是没有那种勇气去找你 因为我跟你 其实他们认为 你会演戏的人 跟你这样 相处不够久 因为我跟你相处太久了 我非常知道你的那种 可是人会变啊 天蝎座嘛 你知道很矜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然后演员是要怎样 演员就是 你导演给我什么角色 我就要演什么 演什么样的 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不对 我最怕用演员就是 叫你演一个变态的医生 给了你那个变态变态的 非常斯文 那就不掉了 就像我常常跟演员讲 以前演员讲说 叫我演妓女 那简直是 在破坏我的形象 我说 你把妓女演成熟女 那才是破坏形象 或是把 俗女演成熟女 那才是破坏形象 你如果是一个演员 去把熟女演得很像熟女 那叫专业 没错 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不够专业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去演的话 比方演一个变态的医生 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们两个已经好久不见 你怎么不觉得我已经变态了 变态你是以前就很变态 但是我意思是 你不是一个变态的医生 这个东西 第一你也不太像医生 那这一切等电影上演后 我会不会得最佳新人奖 再来决定 对对对对 这一点我满意了 我觉得肯定不会 这一点肯定不会 不不不 评审委员有三分之二我认识的话 就有希望 是是是是 哇 台湾怎么这么悲哀 当然是 我们讲 再回到刚刚的话题 舞台剧做完 你的感觉怎么样 好玩啊 真的很好玩啊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以前的工作 都是在关起门来自己写东西 就像我跟你早期在中影 我现在回想起来 花了很多时间在在想东西 企划案 写剧本 然后找演员 找导演 然后戏就别人在拍 我自己很少去真正参与到里面排戏 或者找景 这些东西 那那舞台剧这个过程中 从从那个召考 召考舞台剧演员开始 我就参与 嗯 他们不会演戏 召考来不会讲客家话 这样过程很好玩 问题是你也不会讲客家话 我会一点啊 别人教就可以了 你会的跟我差不多了 那个那个 可是我在那个里面 这个整个角色 我是办法去想这个整个剧的故事 什么发展 什么东西 我不需要完全会讲客家话 嗯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从那样过程中 一路这样排演到现场拍 到我自己都会唱歌 所以 我们在验收的时候 那个科委会人来 看着我在旁边 跟李永峰 两个在那边 从头到尾跟着一直唱 一直跳 他们吓一跳 他们想象中的 我应该是很严肃的 就是说你想象中的 我是很无趣的 很严肃的 其实说错 我非常有趣 所以那过程中 我觉得 我生命中好像 最缺少就是 投入那个过程 我非常焦虑的 一直在生产 善有的东西 包括写书 包括写童话 我多么希望这个东西 变成是 一个活生生的舞台剧 或者拍成电影的时候 我自己有投入去做 我觉得 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突然很想回头去看一些 生命中错过的事情 所以我过年 你跑去大CD玩 对不对 我去干嘛 你知道吗 我跑去那个 那个唱片行去买一些 我过去漏看的一些什么 英格玛伯格玛的电影 唱片行有卖这个 有有有 有DVD 经典去买那个 就买一些 我过去 这个片子我漏看了 我经常去收购 一堆这种东西 然后皮头是最早期的歌 我听到都是比较后期的 我突然觉得自己来做这些事情的过程是 我觉得我生命过去错过蛮多这种东西 就是参与做 那我觉得你不错是因为 你在90年代就自己当导演 拍了电影 那这个经验我没有 你赢过我的事情非常多 我当导演我就没当过 然后舞台剧我也没做过 我记得我们小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要比 金马奖要颁奖的时候 坐在底下看谁得 小说比赛看谁比 那我说过一个笑话说 有一天你跟我非常感触说 小野我们什么都比过了 我们俩正在上厕所 你说有件事你没有比过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信能力吗 我说我输你啊 我说我输你 你就哈哈大笑说 我们终于有件事你要比一比了 你记不记得我那句话 我忘记 这个当你自己脑袋里面 所曾经想象过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那么低级的 好啦休息一下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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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